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有主宰的时候 就要把佛性启发 让佛性来主宰 不要让我们的眼而鼻舌身意主宰 各位前行现在生活之中 是哪一个在当家 真的是佛性当家吗 那么理想 是现在听课的时候 听课的时候才佛性当家 那回去 眼睛当家了 不过还不错 还有佛性当家的时候 我们凡人都没有 佛性都没有当家 都是我们的眼睛耳朵 鼻子嘴巴身体在当家 只要他喜欢 我们佛性都当不住 眼睛喜欢看 佛性说不要看 那个不要看 不合理 不合真理 不要看 有没有用 没有用 知道那个力道很大 真的是大 这个耳朵也喜欢听了 佛性说不要听 那个不要听 那个负面的不要听 听了会拉你到地域去 还一直听 说虚子鸟 鸟得沾 听得太多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再闻到那个炸鸡排 好吃好吃 不要闻 那个会引导你造罪 噢 加胖 是不是这样 很现实 拿到这个嘴巴 一直想吃想吃 这个想吃 老远都去 去找 找来吃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现在有很多 我们看到 这个社会人士 那个身体实在是超过的胖 都一个人两个人份 很胖 那个就是很喜欢 吃那个炸鸡排 因为那个 他们外国人养 养那一些 出生的时候 用那个生长级数 让那个长得快 才可以卖钱 然后那个 生长级数都在那个 肉里面 那我们吃进去了 在我们身体里面 噢 生长级数 让我们一直长 噢 一直长 吓死人了 那个心脏负担都很大 看得都很难过 那个一个人 要坐两个人的位置 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么胖的 还蛮多 我们南部不知道 北部是很多 北部可能 这个比较富裕的生活 这个吃的比较习惯 所以胖的很多 可是南部好像比较少 一下来坐车看的时候 大家都差不多 差不多 都真苗条 真标准 都蛮好看的 所以我们在凡尘的时候 了解说先去掉我相 我相去掉 不要执着这个身体的我 我们也就是要进入 佛性的我 佛性的我就是如来 就是佛了 所以我们时时刻刻 以佛自居 那我们在做事的时候 就会想 佛可以这样做吗 那不好的 马上就可以改掉 用这么高的来 要求自己 高标准 佛可以 啊 她就在风 督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